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子酱 一般来说 鱼子酱通常来自俄罗斯 或者伊朗这样的地方 但在过去几年中 一些世界上品质最好的鱼子酱 开始产自中国 我想了解一下 中国是怎么在这个有利可图的产业里 悄悄崛起的 当然也很好奇 传说中的鱼子酱是什么味道 你拿你那盘接着 你可以直接什么的 少来 对 来一点 建议您第一次品尝这个鱼子 不要去咀嚼 拿你舌尖跟上膛 轻轻给它弄破了 跟我想的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以为会有点腥什么的 但实际上 这并不是 就有点咸香味 而且还 然后而且还稍微 有点那种 这种海水的味儿 其实有点 因为这一款的级别是最高的 颗粒比较丰满 色泽有点青黄色的 怎么说呢 就是能 就是配合老沫这个风格 您看过这拍电影 眼光灿烂的日子 对 那也是在我们这儿拍的 它只有这种特别 就是说一般人老百姓 就几乎来 全中国第一家西藏品 但是说现在随着这个 人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原先这就是向贵族享受 俄罗斯也就是说 这个可雷姆林宫 只有这黄水人员 才能享受这个鱼子 因为它这个价格非常昂贵 物以稀为贵 随着这个大自然破坏的环境 比如比较厉害的话 这个好多这个熊鱼 就已经基本上现在不产了 所以它这个鱼子产量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叫黄金 有黄金支撑 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稀有 来自中国的卡路加鱼子酱 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 它们的产量 大约占全球养殖鱼子酱 总产量的35% 由于过度的捕捞 用于制作鱼子酱的鱼 已经濒临灭绝 今天大部分的鱼子酱 来自人工养殖 我们中国人开始做这个产品呢 其实也就是一二十年 那么我们苗准的市场 说实话是国外 欧洲 欧洲占我们80%的市场 我们国内呢 其实我们是从07年 开始建上海第一个消息中心 那时候很可怜 一年大概也就卖个几十万 而且这些产品 都是进到上海的一些西餐厅 然后但是去年 我们上海卖了大概700多万 北京卖了300万 一年 加在一起 包括我的天猫的卡路加品牌旗舰店 卖了100万 然后京东卖了50万 总共国内卖了差不多1千 一二百万 鲜鱼它属于是亚冷手型鱼类 适合生活在这个水分比较低的地方 就寒冷一点的水 对对 稍稍寒冷 亚冷手型鱼类嘛 然后它是比较年代比较久远 还有这个胡话石之称嘛 然后这边现在 这个养殖规模大概在 三十二万尾 然后三千吨左右 我是不同年龄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养这些鲜鱼 而去抓那些野生的呢 单纯靠野生资源来供给的话 这个市场的话是 一是无法满足 二 这个野生资源越来越匮乏 我们给它转变成人工养殖以后 像应该是对野生这种资源的一种保护 就因为人工养殖的能供市场以后 而且这个量也非常稳定的在去供应 那您拖着这个手前面 不 现在我抱着的就是鲜鱼 俄罗斯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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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大概有多重啊 嗯 大概三十五斤左右 三十五斤 嗯 这估计是我能唯一抱得起来的鱼了 都是这鱼子 就是从这个鱼的腹部 对 这个 嗯 哎呀 啊 没事 所以像鲜鱼 它一般就是产卵的时候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嗯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鱼 大概是八周岁的时候 八周岁 可以开始有 就开始有子吧 对对对 它就成熟了嘛 成熟了 对 我们来通过这个检查的方法 嗯 来判断 它有没有成熟 打到规格的鱼 我们给它挑出来 嗯 然后那个再送到这个冷嘴基地 就是之前我们养了十几年 就是跟家里羊宠物一样 外面每天看着它长大 这肯定是有感情的 它走了 送到家里去宰杀 或者干什么 肯定是心里面是一些 就是悲伤的感情 然后但是反过来 另外一种比较矛盾在那里 哎呦 拿去做鱼子匠 又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达四皇呢它的英文名叫卡路加 卡路加 也就是我们公司这个选取这个品牌的这个名称 卡路加呢 它就是黑龙江的这个最名贵的这一条鱼 大四皇 然后这个这个池里的鱼呢 是我们99年繁殖的那个鱼苗 那么也是我们公司最早的一波鱼 也是最大的 它现在体长大概要3.5到4米 体重大概在2到300公斤一尾 真的是非常沉 价值连沉 价值连沉 非常沉 很纯净的鱼子好多 这有得有18万 这一盆18万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我这个三盆已经远远超过一公斤了 应该就得有 这个差不多得有15到20公斤 15到20公斤 所以根本就不是18万是几百万的一个鱼子酱的价值走到面前 就这三盆 所以说你每天看到这么多的鱼子酱摆在你的面前 就像是你有什么感觉是很多钱吗 我感觉是Dollar 和黄金Golden 然后这些鱼子酱被采用之后是被 它会进入到下一个流程 下一个流程 会切搓洗利 然后再称重 然后加盐 然后再装罐 这个环节等于就是经过清洗的鱼卵 在塞子上铺平 然后工人会用一个专业的镊子和板 把它寻找它那些 仍然残留在里面的一些包括一些可能有的血块 把它挑干净 然后再进入腌制加工环 中国的产品要走出国门 我们国家自己的检验检验系统就有非常严格的把控 我们在每一条鱼的身上都有一个标签 就是它这一生会有一个生证 生证号码 然后最终到产品 它有一个条形码 然后中端客户拿到这一挂产品的时候 条形码一扫就会知道我这个鱼是什么品种 是哪一年出生的鱼苗 它前面几年是在哪里养的 后一年在哪里养的 是哪一天进了加工厂 是谁加工的 是谁负责的包装和物流 就它这一生的故事 我们做到了全程可追溯 这样的话让欧洲特别是德国人 幸福了 我们来尝一下顶级的一个案法 按照法国人的要求是先放在虎口 放在虎口提表会在那慢慢提一下温 它就相当于红酒先倒开来 先醒一下的概念 就轻轻拿那个舌头一顶 然后它那个鱼子一破之后 那个水就是进到舌头上的时候 那个感觉那个是串鼻子 挺野的 而且有种野的感觉 我觉得中国人一旦推广开的话 特别是土豪的话 肯定选这个 如果你身家上益 我觉得你吃这个没有问题 当你爱上鱼子酱 我觉得你就会选它 我也希望大家都会选它 来 干杯 再干一次杯 行 我喜欢鱼子酱吗 也许吧 不过 要想好好体验它不同的味道 像我吃的这点可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 我可不会花这么多功夫在这上面 我觉得 对于大部分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说 鱼子酱的味道并没有那么重要 它也许更像是一种馈赠佳品 虽然 虽然 鱼子酱得到了世界各地米其林餐厅的人口 中国鱼子酱的未来 仍然充满了未知 下一步 他们不仅要取悦大厨 还有更广大的食客 鱼子酱不再是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西汉玩意儿 它已经是中国制造的新成员 然而想让人们心甘情愿的为中国制造的真锈套药包 可能还得花点时间 对于我们的这种状况 也许更加广告一样 为中国人的研究